我之前見過一條微博說 男人最大的快樂就是女人可以不理她 我真的覺得這句話說得超級有道理 沒錯 男人的快樂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女人在家當然就是我們媽媽 因為我們媽媽實在太喜歡管我們了 真是由朝 為甚麼還不起床呀 快點起床吃早餐吧 乖啦 你吃完早餐就繼續睡吧 管到晚 為甚麼還不睡覺呀 你快點洗澡 我好洗衣 你早點睡明天起床再玩一個不行的嗎 玩手機要管 又打機又打機 一天都黑姐懂得打機 不准打 過來陪媽媽聽一下 頭髮長要管 你的頭髮很長呀 等著跟我一起剪了 剪甚麼髮型 當然是平頭最好看 衣櫃亂要管 你的衣櫃好亂呀 快點收拾一下 而吃飯都是要管的 叫甚麼外賣呀 不准叫外賣 有時候還要管得很傷表 吃飽了 還剩下很多菜 你慢慢吃吧 吃多點 快點吃完這幾條菜 用碟去洗 若然你家裡還有姐姐或妹妹 連他們都會過來管一份 你的東西不要亂放行不行呀 警告你 以後不准喝我買回來的汽水呀 哥 快點去產市啦 好臭呀 然後你回到學校 你還要給你的單主任管 郭芳芳 我警告過你多少次上課 不能交頭接耳 現在立刻向我辦公室寫檢討 放學之後叫你家長過來 郭芳芳 當這裡又下場嗎 那麼喜歡跑 去操場跑呀 現在跟我下操場跑10圈 看看你以後還能不能在走廊跑 郭芳芳 這道題上課的時候不是說過嗎 為甚麼又做錯呢 你不做對這道題 你不用知道可以回家 所以你們明白 為甚麼我們有時候會不少 心津班主任叫錯成媽媽 因為實在是太相似 有時候甚至要被同位管 我跟你說呀 你不要超過這條線呀 不然我用支筆插死你呀 你不要呼吸行不行呀 妨礙我聽課呀 那麼大過了 當然就是被女朋友管 拜託你減肥吧 這些物品不要亂放行不行呀 你不要那麼大小行不行呀 不准抽卡 又說陪我煮劇 你何時才有空呀 BB 快點去剷屎吧 好臭呀 BB 不如我們一起儲錢吧 好不好呀 BB 不如我們一起旅遊吧 好不好呀 BB 不如端午節我去你家玩一下 好不好呀 真是煩的 不過幸好 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女朋友 所以他們就很快樂呀 終於沒有人管他們了 想怎樣就怎樣 多開心呀 你們說是不是 在這裏做什麼呀 好了 不要搞定 把手上的東西放一放 我們來討論一下 為何最近點在看的人數少了 這是你的問題 你必須要解決 我不要你覺得 我要我覺得 這件事不需要討論 都聽我的 好不好 我不管多少個 我要全部搞定 我再說一次 不要再問我多少個 全部 聽明白嗎 全部搞定 點在看 馬上跟我點